约伯记第21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这就算是你们给我的安慰 请原谅我 我又要说话了 说完以后 就任凭你们嘲笑吧 我岂是抱怨的人呢 我的心为什么不能忍耐呢 你们注视我 惊讶吧 用手掩口吧 我每逢想起就惊慌 浑身战斗 恶人为什么总可以存活 活到老 而且才是强大 他们的后裔在他们面前坚定 他们眼见自己的子孙 在他们周围立定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 神的形状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交配而不落种 他们的母牛下毒而不吊胎 他们叫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 他们的年轻人四处跳跃 他们跟着琴鼓高歌 又音着萧的声音欢乐 他们幸福度过他们的日子 一刹那间下阴间 毫无病痛 然而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路 全能者是谁 竟让我们服侍他呢 我们若向他恳求 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的福乐 岂不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恶人的谋算 离我很远 恶人的灯 何尝熄灭 灾难 何尝临到他们身上 神何尝在愤怒中 把痛苦分给他们 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甘草 何尝像暴风刮去的康辟 你们说 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 我却说 神报应他本人 好叫他自己明白 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落 愿他和全能者的烈怒 他的岁月既然断绝 他还会看顾自己身后的家吗 神既然审判那些在高位的 谁能把什么知识交给他呢 有人到死的时候 仍然气力充足 向尽平静与安逸 他的奶桶充满鲜奶 他的骨髓滋润 有人到死的时候 心里痛苦 一生未尝美食 他们都一起躺在尘土中 虫子爬满他们身上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 与你们恶待我的计谋 你们问 霸王的房屋在哪里 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 你们没有问问过路的人吗 不承认他们所提的证据吗 就是恶人在灾难的日子得存留 在神发怒的时候得逃脱 他所行的 有谁敢当面指责他呢 他所做的 有谁能报应他呢 然而 他被人抬到坟墓里 并且有人看守他的墓地 他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 所有的人跟在他后面 走在他前面的不计其数 你们的回话 既然只存虚假 怎样突然安慰我呢